无证驾驶罪驾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泰州一名男子抱着侥幸心理 无证罪驾上高速结果被抓 4月19号凌晨0点30分左右 在高速临海北收费站防疫检查站 志愿者对一辆进入检查站的汽车 进行防疫检查时 闻到车内一股浓烈的酒味 立即将情况汇报给防疫执勤交警 交警随即要求司机配合做进一步检查 这个 我放得了 驾驶员满身酒气 面对交警问讯 却依然坚称自己没有喝酒 交警随即对男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驾驶员陈某这才交代 自己确实喝过酒 因为家庭琐事和工作原因心中苦闷 就和几个朋友去吃夜宵 期间喝了三四瓶啤酒 酒过三巡后 陈某带着醉意开车回家 结果在临海北收费站外广场被查获 在进一步核实信息时 民警发现陈某竟然还是无证驾驶 驾驶是没有是吧 我是没驾驶 驾驶是没考过还是吊销了 陈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 涉嫌危险驾驶罪 将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因陈某无证驾驶 将不得适用缓刑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